蜜山灾 嗨 大家好 因为未来我们会做很多的所谓行销的案例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行销对现在每一个人而言 我觉得都是重要 所以我们就来把行销这个东西来给他讲一下 我们在讲任何样东西 我们都必须去做一个范围的锁定 还有他的定义 我们要明确 等到我们这个东西有了 我们才不会对这个知识的内容 来做一些鸡同鸭讲 胡说八道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先做一个定义 那行销的定义是什么 行销的定义我把它定义为个人或团体或机构等 那他利用各种的媒体媒介 然后散播某一种思维思想 然后企图去影响个人或团体的想法或认同 或者产生信仰 然后再来进而产生行为上的改变 那我们称为行销 也就是说我们透过了某一些管道 然后把这些讯息打到某一些人身上 然后企图去改变他们的想法跟行为 那这就是一个行销 那我们把它定义成这个样子 好 但是呢 但是呢 所有的学术我们也要有善恶的一个分界 我们以前做学术常会讲说定义啊 它是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是它范围啊 光锁定这个其实是只有一部分而已 那我们未来每样东西还要再锁定一个东西 就是善与恶 我们讲说哪怕是父母的关爱 对小孩子也会产生所谓正向或负向的东西 为什么 比如说过度的溺爱 它可能就是产生一些不是很适当的效果 反面的一个效果 那相对的 在行销这个东西 我们要定义它的善跟恶 什么是它的善的正面的 什么是它的恶的 是负念头的 负面的功能的 好 那我们把它定义为 在散播某一种思维 那是利于少数人 而不利于大多数的人 那我们把它称为是恶的 不好的 或者是 它在散播这个思维是利于一时的 而不利于长久 可能短时间是有很好的 很好的效果 或是怎么样 可是最长期而言却是一个 逆向的 反而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可能短期是获利 比如说有人要骗你 这个 我给你多少钱 就像金光党一样 那你就觉得说 哎呦可以哦 结果没想到它后面 把你骗回去的更多 你拿了一点迎头小力 然后结果被骗的更多 这就是利于一时 而不利于长久 好 另外一种 利于轻缓 而不利于重疾 所谓轻重缓疾 比如说 哎呀有利于这些 一些不重要的东西 但是不利于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我故意忽略那些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故意去告诉你一些 哎呀没有关系啦 怎么样啦 想太多啦 人家是不会这样子的啦 他们不会害我们啦 我们要对人家好啦 或什么样东西 也就是利于轻缓 而不利于重疾 那这个也是一个恶的行销 OK 或者是说 啊有利于人类 而不利于众生 万物众生 皆有灵啊 所以我们大自然的破坏 环境的破坏 最后导致的 我们人类还是倒霉 OK 所以利于人类 不利于众生 这个也是恶的 这种行销 这种逻辑 这种信念或是思维的传播 那这些我们称为恶的 我们就把它 不把它定义在行销的内容内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行骗 也就是行销其实有两种 一种叫行销 一种叫行骗 OK 那如果反过来来讲 就是我们如果传播的是一些 所谓善良的 利于众生 利于大众 利于长久 利于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种行销 OK 那有时候在小部分的 所谓商品上的行销 我们可能用一些幽默的方式去处理 那么 所看的人也是懂得去判断 懂得去理解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把它定义于在恶的这个部分 那 但是如果是国家大事 这个政治选举 那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定义在恶行骗上面 OK 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厘清的这些东西 好 那行骗 行骗这个东西最常见的招式 大概就是强迫组合啊 立场上的对立啊 那立场上的对立 也就是阶级斗争 这个东西 那这支行骗术最常用的招式 那如果你要理解这个东西 我们最要先理解一件事情 我们叫做白马飞马 在哲学上里面的最初阶的第一课就在教你白马飞马 就是白色的马不是马 是什么意思呢 马是一个统称 有黑色的马 有蒙古马 有阿拉伯马 有各种各式样的马 但是它是一个统称哦 马是一个统称哦 那白马不是统称啊 白马只是马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它不能称为是一种马 那你说那这个差别在哪里 很简单哦 假设有一个城市里面住了马跟牛 马跟牛 那有一天马觉得说马比较优秀 所以我们要把牛赶走 于是他就传播啊 他就行销了 他说这个我们啊 这个马比牛还优秀 所以我们必须把牛赶出这个城市 我们不要跟他住在一起 那这种所谓种族歧视 其实在人类也是常常见到的 包括这个希特勒吐杀这个犹太人一样 就是种族歧视嘛 好 那 但是马这个马 这个意念是有一群白马提出来 所以他 他的说法就不是叫说 我们马比这个牛优秀 他不是这样讲 他是讲的是 我们白马比牛优秀 他一直不断的讲白马 白马 白马 跟牛 于是让你去忽略掉 他其实讲的是白马 他不是讲马 那这个时候 慢慢的白马就变成了领导者 变成了这些所谓的意见领袖 于是白马就变成马里面的所谓的 掌权者或者是贵族 那这样的一个行销方式就变成骗术了 本来他是在唱稿一个说 哎呀我们马比牛优秀 可是他讲法就是我们的白马比牛优秀 请注意听哦 其他认同他的话 其实认同是白马比较优秀 OK 这个就是我们政治上常常常出来的一种骗术 就是说把白马当作马 这是一种强迫组合 强迫组合 这个东西范例非常非常多 你常常会看到很多东西 广告上是用强迫组合的方式 因为他实在找不出优点了 于是乎找了一个东西来 我们来讲把它类同 把它等同于那个部分 OK 好 那另外讲一个是立场上的对立 也是阶级斗争 立场上的对立 那这样的东西就很像是说 我是一个员工 那我一个月薪水三万块 于是我就倡议说 为什么贫富差距怎么大 老板开兵士 为什么我顶三万块 我小朋友都没办法读书 所以我们又 我们要抗议啊 老板一个月一个人至少给我们八万才够啊 那才够我的生活开销嘛 对不对 我们怎么平均什么所得 哇写的这么好 八万块不为过吧 OK 所以我就鼓动了所有的 这个 这些劳动人民啊 就开始抗议 推翻这个所谓资产阶级啊 什么这些有的没有的 可是你站在老板的立场 一个人发八万 他第二个月公司就关掉了 这么重的成本他负担不了啊 OK 那这就是属于立场上的东西 也就是说 当员工我倡议这个东西的时候 员工会觉得 哎呀超有道理的啊 对啊 为什么我们就要怎么样啊 哎呀老板就有钱啊 小孩子到国外啊 我们在读个书啊 这家这么可怜补习都 都没有办法补啊 或干嘛 所以八万合理啊 现在生活开销 可是你不是一个金融者 你不知道一个人八万 一下从三万到八万多了五万块 那这个钱怎么来啊 你的这个贡献度有这么高吗 没有啊 他没有那么好经营啊 所以站在老板的立场就混倒了 OK 老板可能一个人加个一千块 或许他还做得到 可是你一次要加这么多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立场对立的方法 当然听人都很爽啊 啊 劳动的人都很爽 说哎呀对耶 怎么为什么 哎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啊 那为什么怎么样啊 其实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所谓立场就是对立 那 呃 我们常看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 老师跟校长的立场就是不一样 呃 比如说公司的老板跟员工啊 或者说 简单说 警察局的局长跟警察可能立场就不一样 因为有一个是有管理的阶层 所以他就某些立场是不太相同的 甚至说 我们在讲说我们政府更高的单位 比如说总统的想法 或者是行政院长 或各个市长 县市长 甚至乡镇市的 甚至里长可能跟一般百姓 绝对思维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常去创造一些 用这种方式 用老百姓思维来去创造对立的话 其实这就是阶级斗争 不是是比较共产党式 共产党式的行销 我们把它列为行片 OK 那我们今天行销先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之后 会用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 然后让大家动动脑筋 来去想说 怎么样去做一样的行销 而且呢 在很多细节的考量上 你不但有注意 而且你还要朝正向的方式 去做一种行销 而不是利用一些行片的方式 其实很多东西的行片 甚至利用人家的善良 利用很多人的同情心 来做一些所谓的行片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法 那如何在所谓的这些善恶之间 做一个抉择 才不会产生说 有些人 其实 他是做行销的 但是他其实每天都在骗人 而且还骗的理所 依正言辞的 这个好像理所当然 你看有一些王军的态度 好像嚣张到一个不行 好像他自认为聪明到不行 所有人都白痴 那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醒销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让大家 慢慢慢慢的去想这些事情 慢慢的 不要再被一些媒体所影响 那如果以现在媒体这个样子 我会觉得我连新闻我都不信赖 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如果大家是新闻系毕业的 或是传播系毕业的 又学到新闻这个东西的话 你都会很明显的发现 现在在播报新闻 其实都很糟糕 糟糕到一个极点 在我当时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新闻总监是非常非常凶的 你怎么可以去揣摩人家呢 你又不是他 你有访问他吗 是他这样讲吗 你怎么可以下形容词 那你可以怎么可以怎么样 我们过去的媒体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是比较有新闻 也就是社会责任 而不是一天到晚在倡议某一些东西 新闻不是倡议某一些想法 这个很重要 新闻只是在承报一个事实 而且是有经过验证的事实 而不是说我就是这样讲 这代表我的想法 这是我的自由 哇靠啊 没读书啊 这是最可怕的 现在的一个状况 就把随便当自由 完全没有这些 所谓社会道德 或是一些媒体的 应该讲说 连一个新闻程度都没有 这是可怕的 好那未来我们再多用实际的案例来讲 请笑这个东西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